如果说起在东南亚国家里最没有存在感的国家 估计老挝肯定是强力候选人 虽然老挝其实是中国的邻国之一 而且还有相当比例的华人存在 但如果对一个普通的国人说起老挝 可能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国家 另外一些人即使是知道 可能除了国民之外 对这个国家也是一无所知了 那么老挝究竟是个怎样的国家呢 其实许多朋友对老挝感到陌生 可能跟这个国家的国民 在中文里情况比较复杂也有一些关系 首先的一点是 老挝这个国民的第二个字 也就是挝字究竟怎么念 可能许多朋友都不太清楚 而其实这种情况也挺正常 因为老挝的国民翻译和挝字的发音 其实都有过一些变化 老挝的国民是源自其主体民族老族 而这个老族在古代中国曾经有过好几种移民 包括老族 老族和辽族 以及带有贬义的辽人等等 所以老人建立的政权 在中国古代的移民也就非常多样 比较常见的移民就包括老挝 老抓 老鸭和辽查等等很多种 而且在早期 老挝的挝字在中文里只有一个读音 就是抓 所以即使一名是老挝 岂是当时的读音会读成老抓 而且因为挝字的读音是抓 所以在汉语里 老挝还曾被称为抓国和抓家 明清史甚至都有文献说 老挝被称为老挝 是因为老挝人喜欢佩戴雕掌 不过这种说法在近代争议很大 关于为什么老挝会被称为老挝 也有许多其他说法 所以将挝字发音为抓 也就存在了一些问题 因此在1960年代 我国内地地区 正是将挝字用于老挝国民史的读音 确定为挝 所以现代老挝这个国民的标准读音是 LOW 不过在我国台湾地区 则采用的是古籍里对老挝的另外一个译名 也就是辽国 而这种译名方面的差异 可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了大家对老挝这个国家的不熟悉 因为可能有些朋友两个名称都看到过 但却并不知道 这其实是一个国家的不同一名 当然 知道老挝的国人人数较少 也跟老挝自身的历史相对短一些 有些关联 首先 虽然现代考古发现 老挝这个地区早在数万年前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 当地还出土过东南亚地区最早的人类化石 而且可能早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王朝 但因为当时这些王朝缺乏文字记载 而且那些在今天老挝建立了王朝的人 基本可以肯定并不是今天老挝人的祖先 所以真正老挝的历史其实可以说是始自公元八到十世纪左右 这样说是因为老挝所属的太老族群 其实到公元八到十世纪才逐渐在老挝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他们很可能也是在这个时期才从相对靠北的地区 迁入了今天老挝所在地区的 而在他们到达老挝地区之后 逐渐建立了一些小的割据王国 在公元十四世纪初 在今天老挝中 北部的朗伯拉邦有一个蒙苏瓦王国 而这个王国当时出现了一次王室内乱 其王子昆毕法因为和国王皮耶坎鹏发生矛盾 结果父子反目 昆毕法很快带着自己的儿子 法昂逃到了今天柬埔寨境内的高绵帝国 所以这个法昂其实是在同年就到了柬埔寨 并在柬埔寨长大成人 也许是因为法昂从小就展示出了超凡的资质 所以他很快得到了高绵国王 贾亚瓦勒曼九世的赏识 不但被收为一字 而且还很快迎娶了贾亚维勒曼的女儿考康雅 成为了高绵王室的驸马 不仅如此 在公元一因三八四十九年 高绵国王还给了法昂一万军队 让他返回故国 有了强力外援的法昂 很快击败了自己的爷爷 皮耶坎鹏 成为了新的孟苏瓦国王 而且在此之后 他很快进行了一系列扩张行动 在公元一因三百五十三年 建立了老挝地区第一个基本统一的王国 并定国号为蓝苍红考 而这个蓝苍红考 就是后来中文史记里记载的蓝苍国 或者南掌国了 其中蓝苍或者说南掌就是百万大象的意思 而这个蓝苍王国建立之后 其实也很早就和中国发生了密切往来 比如明史里就曾记载说 在明成祖登基之后 老挝土官刀线代工方物 也就是当时的老挝国王刀线代 曾经派使节到南京进行了朝供 而在此之后 明成祖朱棣还将刀线代策封为宣威使 并在名义上设置了老挝军民宣威使司 而在随后朱棣派军南征安南的时候 蓝苍国还曾几次出兵 对明军寄予协助 不过在后来安南重新自立之后 也曾经给蓝苍王国造成过巨大麻烦 在公元1479年 安南、越南 后黎朝君主黎盛宗对蓝苍发动了大规模入侵 攻占了蓝苍王国的核心地区朗博拉邦 蓝苍王炸家帕甚至被迫逃到了今天秦国北部的难府避难 其国民也有大量被越南军队掳走 但不久后 越南军队在西征蓝苍西北的蓝纳王国 中国古迹里的八百国或八百系富国时遭遇失败 其在东南亚扩张的势头受挫 不久之后 炸家帕的儿子班朗率军夺回了朗博拉邦 使蓝苍王国避免了王国的命运 而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老窝人其实是太老族群的一个成员 那么太老族群中的太当然指的就是泰国的主体族群太人 所以虽然老窝人和太人其他分支也很早就有了一定分化 但相互之间的关系始终还是比较密切的 而在公元1558年 由一个太老族群分支建立的蓝纳王国首都清拜 被来自缅甸的东狱王朝攻占 蓝纳成为了东狱王朝的附庸 在这种情况下 蓝苍王国曾一度发兵蓝纳 想助其摆脱缅甸的控制 但最终兵败而归 而在随后几年 缅甸东狱王朝还击败了今天泰国南部的阿鱼陀叶王朝 并在公元1565年对蓝纳发动了大规模入侵 而这次入侵的缅军来势汹汹 先是迫使蓝纳迁都到了南汉城 即进老窝首都万象 又在不久之后攻占了南汉城 迫使蓝纳国王赛塔提拉退入周边丛林 但塞塔提拉之后以丛林为依托 与缅甸军队展开了游击战 最终击败了缅军 重新控制了老窝地区 但不久之后 塞塔提拉在攻打柬埔寨境内的 巴摩王朝使兵败身死 之后蓝纱王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内乱 最终导致蓝纱王国在公元1579年 被缅甸征服 称为缅甸的藩属 直到16年之后 才在缅甸内乱期间重获独立 但在此之后 蓝纱王国逐渐衰落 最终在公元1707年 分裂成了三个互不隶属的小王国 但这三个小王国的实力 跟蓝纱王国无法相提并论 因此 老窝也很快沦为了 在东南亚争霸的缅甸和仙罗 泰国的舞台 最终 仙罗在公元1850年击败缅甸 确立了对老窝的宗主地位 但仙罗对老窝的控制也没维持多久 因为此时欧洲殖民者已经开始加速在东南亚展开扩张 当时 越南已经在中法战争后被法国控制 而仙罗因为担心法国入侵 其在老窝的属地 所以对法国也高度戒备 同时 法国和仙罗的对峙 也给了一些其他势力介入其中的机会 在公元1888年 越南北部的太族人首领刁文池 还曾经联合在中法战争后 留在越南 坚持抗击法军的少量黑旗军余部 由原黑旗军将领梁三旗率领 一度攻占了朗博拉帮地区 而在此之后 早已惦记着朗博拉地区的法国人 借机从河内出兵 攻占了朗博拉地区 并在公元1893年的法先战争中击败仙罗 迫使仙罗接受了湄公和东南 被法国控制的县史 老窝正式成为了法国的保护国 五年之后 老窝被并入法属印度支那 而法国对老窝的统治 一直持续到二战期间 在二战法国本土被纳粹德国占领之后 日本也借机在1940年占领了老窝 而在二战之后 法国重新占领老窝 但在1950年代初 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走向瓦解 1954年越南电边府战役之后 法国被迫同意和谈 最终在多方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之后 老窝和北越都获得独立 但此后不久 老窝重新陷入内战之中 并和越南战争发生了密切关联 最终在1975年 老窝境内左翼的巴特辽组织成功夺取老窝全境控制权 建立了持续至今的老窝人民民主共和国 目前 老窝全国总人口大约有644万人 其中 其最大的民族老族大约有342万人 占其全国总人口的53%左右 而除了老族之外 老窝还有149个民族 其中比较大的民族有47个 而因为与中国长期接触的历史 所以华人在现代也成为了老窝一个相对人数比较多的族群 一些统计数字显示 老窝华人的总人口差不多有18.5万人 占其总人口的2%至3 老窝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南方的广东、广西、云南和四川等省 其中多数是公元19世纪移民到老窝的 不过在老窝 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华人 有时会被归入不同的族群 比如 现在在老窝 有一个名叫秦霍的族群 就主要是由来自中国云南的华人后裔 目前这个族群大约有1.2万人左右 虽然在老窝他们有不同的族群身份 但他们也同样属于华人范畴 肯定也是没有疑问的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